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正式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请到的是 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 蒋老师今天要继续 为我们来介绍 在历史博物馆所举行的 墨内画展 我们上次从墨内 年轻的时候开始讲起 他1840年出生 五岁的时候 他跟爸妈到了诺曼地 然后开始画漫画 十几岁就开始画漫画 漫画也卖得很好 后来认识了 比他大十几岁的布丹 布丹鼓励他去户外写声 带他去看光线 看阳光 所以他一直感谢布丹 觉得布丹是打开他的眼睛的一个人 所以他也因此后来就画印象日出 他想要捕捉太阳从河面升起 那一刹那的日出的美 我们很多人被日出感动过 就刹那的那个亮光 而这段时间因为他爱恋 这个画师的模特卡米尔 所以他也觉得 人生最美大概就像一个模特 那么美 那么绚丽 可是我们看到到他39岁的时候 在1879年的9月2号 在病床旁边 他大概做了一个很难做的功课 是所有的美在这个时候 都可能变成很痛苦 所以我想木内的功课 1878年做的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功课 因为一个爱美的人 一个爱美的画家 不断画一个18岁 他就认识的女孩子的美 现在他看到是一个孤稿的生命 他怎么样在这里面去寻找到 第二次要做的功课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带着两个小孩长大 后来就跟他第二任妻子 爱丽丝住在一起 我想说不定当时 都有很多风言风语 可是我一直觉得 他们两个第二段的 他的第二段恋爱 完全不像第一次那么浪漫 而变成一种 怎么样把八个小孩带大 根本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觉得相濡以沫 就是彼此好像 用口水在湿润对方 我觉得那是非常动人的情感 而且也许要躲过所有的风言风语 他们就带着八个孩子 到了很农村的地方 就是吉帆宜 吉帆宜现在变成世界观光的景点 可是当初根本就是农庄 他们也买不起房子 买不起地 他们就租了一个农庄 然后把古仓改成画室 就开始画画 我觉得这个时候最了不起的就是 跟第二任妻子在一起 莫内开始去体会另外一个美 她开始走过收割以后的麦田 她开始看到所有有用的东西 一车一车被运走去做面粉 丢在田里的就是那些草堆 收割以后的麦草感 这些麦草感堆了一堆一堆 随着风随着雨随着下雪 慢慢腐烂变成田里的肥料 它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题材 几乎历史上从来没有画家画过 因为要画当然画一个美丽的东西 就像她早年画的卡密尔一样 所以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第二任的妻子爱丽丝 很少在她画里出现 我相信她在体会另外一种美 那个美是不起眼的 是没有人注意到的 甚至是大家觉得是废弃物 因为这些就是废弃物 它就是在田里慢慢消失的 可是莫内竟然不断地画 画了七年 从日出画到日正当中 画到黄昏 从春天画到夏天 画到秋天画到冬天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光 拉得很长很长 这一张很明显是在夕阳的光里画的 是 那个光拉得很长 对 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年轻的时候 她迷恋的是日出的光 现在她忽然发现 人的一生跟太阳一样 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美丽的光 是你能不能看到 就是如果是执着 就认为只有日出的光是朝气蓬勃 其实夕阳的光也很动人 所以她就不断地画 不断地画 所以这些作品 我在全世界去看 我们现在看到她的画作 分散在全世界 而且我一共看了三十四张 那当然不止三十四张 那像下雪的时候 整个的农田里已经没有人了 那个被雪覆盖的那个干草堆 完全被人遗忘 莫内常常说 她在那边画到手指都僵硬到 没有办法拿画笔 她就在画雪光里的干草堆 我觉得莫内这个时候画的题材 其实不是草 其实是岁月 是时间 她要看到时间一点点过去 她要看到一堆草 如何最后完全腐烂 就变成田里的肥料 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不在了 可是我相信 一定有什么东西还在 而她在一世一世当中 变成新的生命的滋养的力量 我相信莫内 其实她的生命的后半段 是非常动人的 所以从这个之后 她的作品都很少是 日出印象只画一刹那 她都是要画七年 甚至有画十年 最后的岁年画了二十年 她都用长时间来经营 就是让她觉得美 其实是在生命当中 随时随地要抓到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背后 有一个不得了的女性 就是爱丽丝 她跟卡米尔的那个模特不一样 那当然也跟莫内 自己的领悟有关 因为莫内年轻 三十九岁以前 她只看到舞台的 模特的美 可是现在她开始知道 一个人可以柴米油盐 酱醋茶灰头土脸 可是也可以是美的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去过 吉凡尼他们这个地 因为她后来慢慢生活好转 他们就把这个地方从租 后来就变成买下来 然后就慢慢又买一块地 就开始扩大 然后挖了一个莲花池 那现在好多人去看那个莫内花园 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她的厨房 好大一个厨房 上百个锅子 我就想说 哇 这个爱丽丝真的是累死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不止八个小孩长大 八个小孩的朋友 结婚以后的家人 以及远远近近的收藏家朋友都来 大概就是爱丽丝 一直在那边做菜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本 很有名的书叫莫内食谱 就讲当年在莫内的家里 吃到多少种不同的 了不起的料理 可是我觉得那个名字 应该改成爱丽丝食谱 当然也可以叫莫内夫人食谱 就是说 其实她背后有一个不得了的女性 那她不是舞台上的 所以她从来不是一个 光鲜亮丽的女人 可是她一直在背后 就像那个甘草贝 她把她自己的生命 就像在田里面 大家认为废弃掉的东西 可是她把她的身体 整个化作田里的肥料去养育了 那八个小孩都非常精彩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特色 那成长成非常优秀的第二代出来 那我想这里面都是爱丽丝 所以莫内其实她的生命 经历了两个阶段很不同的感觉 就第一个四十岁以前的亮丽的东西 而且也很叛逆的 去跟主流派对抗的 到第二个阶段非常沉浅的 住在乡下不嚣张的 可是自己很安静的 不断在甘草堆的面前做她的功课 我有时候在看她的甘草堆 在世界各地看 然后做这些笔记 那我出的莫内的书里 有三十四张都把它连在一起的一个拉页 我觉得里面好像有卡密尔 也有爱丽丝 其实我相信人一生最大的爱 都会成为她作品里非常 不断重复的东西 不断出现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她甘草堆系列完成以后 她就画了第二个系列叫做卢王教堂 那卢王是巴黎附近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中世纪的教堂 它是伟大的古迹 可是我觉得她还是在画光 对她来讲 田里面废弃的甘草 跟教堂的伟大其实一样 就是伟大跟平凡 我们平常总是要去分别它 可是我后来一直觉得 真正的伟大会不会就是平凡做人 我相信她在爱丽丝身上 第二任妻子身上 感觉到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永远在厨房里忙的人 可是她提供了所有人最好的菜肴 让八个孩子好好地长大 我相信莫内感觉到生命里的另外一个力量 所以我也觉得她很幸运 其实在她86岁的生命里 她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的东西 那两个阶段的东西对她其实都重要 就是我们年轻时候都爱过浪漫的东西 华丽的东西 很耀眼的东西 可是到一定的年龄 我们一定会比较沉浅下来去体会生命里面 不是被Spa Light照到的东西 没有生命每一个阶段都是被强光照到 有时候其实是退到后面 有一个很安静的自己 所以我想她这个时候画教堂 教堂上也一直是光 从续日到黄昏 她一直在寻找光 然后她觉得她年轻时候只抓日出 或许是不对的 她开始抓每一个阶段的光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后来跟她的眼睛生病有关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光 几乎是强烈到有点白热化 就是我们在夏天台湾最热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光让一个建筑物好像都瓦解到 变成一片光 她其实在面对这样的光 所以我们知道她的视网膜受到非常严重的紫外线的伤害 那之前她也不太懂这个东西 所以到等到她68岁的时候 她的眼睛就几乎模糊到快要失眠 那到1912年几乎右眼完全看不到东西 而所有东西都变形 而且有一段时间最痛苦的是她只看到蓝色 红色黄色全部看不到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医生在为她做矫正 所以这次有她的眼镜 就是那个医生替她做的矫正视力的这个眼镜 可是也挽回不了什么 我们知道她的这个时间长达11年 从1912到1923年开刀动手术 有11年她几乎像一个瞎子 可是她还在继续化 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来展览里面很动人的东西 我们知道她后来自己因为向往日本东方 她就挖了一个水池种了很多碎莲 还盖了一个拱桥 因为她觉得东方都要有一个小桥流水 她就盖了一个拱桥 然后她就围绕着这个水池一直在画画 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我吓一跳 我说这个水池原来这么小 因为我看她的画以为这个水池很大 其实我们知道画家是真的可以合成的 她从不同角度画最后把它拉成一个很长的长卷 所以她可以画到16公尺 那个大碎莲 在全世界很多有名的大碎莲 可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她非常辛苦 就是她看不见 所以她找助手 她要问助手说这款颜料是什么颜色 因为她看不见 她无法用视觉辨认 那助手告诉她这款颜料是什么颜色 然后她凭记忆去调色 然后去画很大的作品 所以我看到她那一段时间作品 我的震动是说 我们都知道贝多芬在最后耳朵聋的时候 其实创作了最伟大的音乐 那因此我会觉得 世间并没有真正的残障这件事情 障是障碍 可是我们的器官 某一部分受到障碍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补足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1905年她到伦敦 她画伦敦的时候 我们看到她对那个太武时刻上的水光 以及那个背光的建筑物 伦敦的国会大厦 她用非常快速的笔触 去抓住一些很惊人的东西 几乎是很震撼的东西 因为我特别要讲1905年 这张画这次来了台湾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皮卡索的年代 马蒂斯的年代 这个垂垂老矣的末内 怎么样去跟这些年轻前卫的艺术家去比拼 可是这个时候她的那个强度 完全没有输给野兽派跟立体派 所以对20世纪的前卫画派来讲 很多人都很尊敬莫内 其实反而是因为她肉眼的视觉 受到很大的障碍 结果她开始去抓到心灵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写这篇文章 就用了金刚经里面说 肉眼天眼会眼法眼佛眼 其实金刚经讲人有五种眼睛 肉眼是我们肉体的眼睛 可是肉眼关闭的时候会开天眼 天眼关闭会开慧眼 慧眼其实是一种智慧的眼睛 然后法眼是抓到本质的 那佛眼是说你最后能够看到任何一个杯子 任何一个桌子 它的背后的巨大的虚幻性 梦幻泡影 那个是佛眼开了 所以莫内真的经历过几次不同眼睛的这个转变 所以我在想说也许我们都会觉得肉身上 眼睛瞎了 耳朵聋了 身体受残疾了 是痛苦 可是也许在因果上 它在帮助你打开其他的部分 它可以打开部分 我们太过依赖这个视觉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看不到 所以你看你很难相信 这是它在眼睛视力这么糟糕的时候画的画 因为我们看到水上的光漂亮得不得了 一片一片的光 它那个时候可以从早上画到晚上 它连月光里的睡帘它都去画 那它有时候画完 觉得自己画不出来 就把整个画家就推到那个水池里 然后很沮丧坐在那边嚎啕痛哭 它说我看不到光 我抓不到光 它说画家其实是无能为力 可是接下来它又把画布捞出来 又开始整理 又开始去画 我觉得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顽强的生命力 所以莫内的86岁 我觉得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有些太年轻走掉的艺术家很可惜 你没有机会经历到后面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后面生命的历练它更难 就包括你自己身体的痛 感觉到自己身体的痛 像雷诺瓦它最后风湿性关节炎 那个手都没有办法握那个画笔的时候 它的力量更强 所以我常常会放大碎莲的某一些局部 因为它画了碎莲的叶子 它画了导影在水池里的垂柳的局部 可是你忽然看到有一束光 画这样子升上去 我觉得它常常会觉得 那个强烈的阳光的反光 在水面上一刹那就消失 我们叫稍纵即逝 那稍纵即逝 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 梦幻泡影如露一如电 就是刹那之间就不见 可是画家常常就把那一刹那 一下就抓到 然后就在它的画面上 把这样的光成立下来 所以它几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重复在画水莲 而且我想最精彩是巴黎的局员美术馆 它为两个大房间 画的那个圆形的房间 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它眼睛病变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间很辛苦 因为1911年 它第二任妻子爱丽丝去世 对它是一个打击 1912年眼睛失明 1914年它的第一个儿子让死掉 等于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1914年到1918年 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 所以那段时间 是它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 包括身体的痛苦 包括外面每天听到炮声 所以它画了很多垂柳 导引的垂柳 因为在西方的文字 垂柳那个有哭泣的意思 有哭泣的意思 所以它说它要在战争的期间 画很多的垂柳 去哀悼 所有在战争里死去的生命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视觉 已经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说红色跟黄色 它看不见 红色跟黄色看不见 所以这次来台湾 很多作品是这段时期的作品 因为它也不展览 也不卖 因为它觉得是它的实验 可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 它还在继续画 那所以现在国际上 为了这个东西 开了好多医学会议 很多眼科医生 为了这个东西做讨论 认为是不是它看不见红色黄色 所以它的画比较差 可是美术界的人加入讨论的时候 美术界的人觉得 它这个时期的画比以前更好 所以意思是说 我想这一次 马摩丹的美术馆的馆长也来了 他说你们中国人不是讲 你们画的是心灵的风景吗 他末内这个时候因为眼睛看不见 他画的也是心灵的风景 我想跟金刚经讲的肉眼到佛眼 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太依恋肉眼的人 其实是开不了佛眼的 是 因为他会在太执着于面前的东西 那必须那个东西闭关闭了 反而心灵的眼睛打开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真是让我很震撼 而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 克里蒙索 就常常去看他一个 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那他们常常在一起 这个花园里走路 然后看到末内的沮丧 妻子死掉 失明 长子死掉 世界大战 然后他就安慰 他说末内没有关系 你知道有一天 你的睡联是比这些炮声 对人类的影响更大的 所以法国的政治家也是了不起 那鼓励末内继续画下去 继续把他这个极繁尼 小小的一个净土里的睡联 能够呈现出来 这张作品如果大家到现场去看 我特别推荐 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张作品是被 医学界跟美学界讨论非常多 就刚好是他眼睛失明的 1912年到眼睛开刀的 1923年之间的作品 1923年他开刀以后 他的视觉忽然恢复了 我们知道原来长期 十年看不到 那个视觉好像 颜色好像容颜爆发冲进来 然后他的那个作品 简直是惊人 那当然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简直乱化 可是我觉得那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就是他完全让他的 笔触跟色彩解放 就是因为开刀以后 视网白内障以后 摘除白内障 那个色彩是冲进来的 现在已经很多 医学界的论文 也在告诉大家说 因为蒙蔽了十年的 把那张拿掉以后 会忽然一下亮起来 那个色彩是特别特别强烈 所以这张他是画 他自己的那个拱桥 可是你几乎看不到拱桥 拱桥上攀爬了 很多他种的紫藤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 我们知道1910年 康定斯基已经发展出抽象绘画 那如果用抽象绘画的观点 来看这件作品 莫内的最后期 其实跟当时的当代艺术 完全接头 完全接轨 就是非常大胆的 用年轻的这种抽象的方法 做色彩跟笔触的解放 你看这张画 你几乎可以感觉到 他身体整个释放出来的那种爆发力 强烈的爆发力 所以我特别强调 这些画作都是我们在 一般美术馆看不到 因为就是遗产 因为就是它的私房画 所以那个里面的洞 强烈度特别强 所以像这种很美的碎莲 在世界各地都会看到 伦敦最好的花囊 华盛顿最好的花囊 连日本的指导美术馆都有 所以我觉得看这一类作品 并不难 就是大家都以这种作品 来定位末内最美的一个画作 可是我要强调的是说 我们除了欣赏末内最美的部分以外 像这一件作品 也是这次来台湾 它最后的作品 从它的极繁尼的花园画的一件作品 里面也极度极度抽象 我觉得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晚年末内到了1926年 其实所有现代绘画都已经出现 立体派 野兽派 抽象画 甚至连超现实主义都出来 这个时候末内这张画放到1926年的时候 它就完全是当时的党代绘画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它是86岁了 它已经老了 可是它并没有衰老 它还是生命力这么旺盛 而且那个创作力的爆发 非常惊人 那这些作品是我这次 不断想带朋友去看的 就是希望他们看到末内到了86岁 那个爆发出来的能量 是这么强的 所以希望很多年纪大的朋友 不要认为自己年纪大了 我觉得还是有那个生命力的 在末内身上得到一个鼓励 就是甚至视觉不好了 重听了也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会开天眼天耳 那把那个心灵借这个机会 完全打开来 是 太感人了 好精彩 希望大家去看 是啊 是啊 老师非常谢谢你 谢谢 为我们介绍末内画展 谢谢蒋老师感恩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文琪导播 以及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聚 我们下次再聚感恩 老师谢谢你 谢谢 好精彩哦